我們現在繼續開會 不好意思我仰望遠方 我們接下來請范雲委員質詢 主席好有請部長 許部長 范委員好 許部長好 今天主要因為只有五分鐘的時間 就是要跟您請教 目前很重要的台灣的所謂的性騷擾MeToo 跟我們勞動部的管轄範圍有關的 大家知道就是說 如果是同一個雇主在同一個職場的話 管轄就是我們勞動部的性別工作平等法 最近有好多的案子都是 老闆本身就是加害人的時候 目前我跟由美女律師 跟我們很多法律專家都請問過 當時性別工作平等法的確有這個漏洞 當然我們魏環委員應該洪信翰委員也有跟您提過 那我們跟你們的這個 調評司多次溝通未果 我不知道調評司是怎麼跟部長報告的 那搞到最後就是說我還要跟洪信翰委員一起開記者會 希望勞動部 盡速修性別工作平等法 那最近就是 勞動部給我們的回應每一次都是一樣 那我們覺得這個好像是有點鬼打牆 勞動部每次都回應說已經修正了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定定準則說 如果老闆性騷擾你的話你可以去地方勞工行政主管 可是呢 地方勞工行政主管都把他打回來說 依照性別工作平等法 這不是他們可以處理的 他們沒辦法調查 依照性別工作平等法 他們只能處理就是說 雇主沒有把這個空間場所維護好 維護的責任 那你要叫他講這是不是性騷擾成立的話 是需要調查的 依法他沒有 所以呢就是 我就不知道 那也跟部長報告一下 我們那個光是立委 就十個 女的八個兩個男的 我們三八婦女節優先法案三大之一 就是這個性供法的修法 針對雇主的部分 他很單純 就是針對雇主的部分 條文我們都寫好了 那有非常多的委員都提出來了 可是呢 你們這個調評師當天記者會後 我們有上記了 你們的回應還是鬼打牆 就說你們4月6號去年訂了那個準則 我想請問 部長知不知道 如果你們調評師是對的 就是硬不修法是對的 你們修過之後 去年4月6號到今年 有多少案子成立了 你們有沒有掌握 真的依照你們這個準則 地方的那個勞工局 可以調查的 報告委員 數據部分我們在做調查 因為這個 假設是受理應該是在地方勞政機關 所以 到底全國有多少案件的部分 我請業務單位再來調查 那你來調查可以 我保證不會很多 因為我們看到的來申訴的陳情的 都是說地方勞工局就是說依法 他不能處理 那我想請問部長 那你們這個準則你覺得是 依照信公法的哪一條的授權 這個準則成立 我 第十三條吧 應該是第十三條 第十三條 第十三條就是我剛講的 他只針對雇主沒有善禁防治的責任 所以地方可以不認 他就說我只能處理他有沒有防治 我沒辦法處理 所以第三條的話就是不包含 這個性騷擾的事實 這件事情我分兩個部分跟您說明 第一個就是說 針對我們是不是要在信公法裡面去增加 就是對雇主的一個處罰規範 那這個部分我跟我們 其實不是處罰規範 怎麼辦 現在連怎麼辦都沒辦法處理 因為雇主本身負責主調查的東西 對不對 那我們當然 當初是認為說 我們在那個準則裡面 增訂了這個條款 那麼就可以讓我們這些受騷擾的被害人 他可以直接向 但是地方的勞工具已經打回來了 而且你們那個是針對 就是說第十三條 第十三條條文我這邊都有 應該不用再唸給您聽 就是說他基本上 第一句話就是第十三條 雇主因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 然後後面就是說如何補證 他只是在做防治 那所以你 因為這個準則 這個部分我們其實在3月 也有召開過學者專家的會議 他是學者專家認為說 這兩個法性騷擾防治法 跟我們的性別工作平等法 兩個的立法意志不同 一個是在處理 這個性騷擾行為人 性騷擾防治法是處理 不同雇主的 人的問題 是我在捷運上被性騷擾 可是性供法是處理職場性騷擾 性供法是主要在規範雇主的組織 對這個組織的義務 就是職場性騷擾嗎 因為性別工作平等法 讓雇主他有預防 必須負起預防 還有事後補救的一個 這個跟性騷擾防治法完全無關 我跟陳雪申委 我們是性騷擾防治法 因為我們不是同一個雇主 但是如果是職場的話 就是走性別工作平等法 現在是你的老闆 你是他的員工 這是一個很常見的 目前這個漏洞 那我不知道 部長我們現在已經包含 我在內有四個草案版本 就是到底 就是你們下面是調評司 給了你什麼意見 就是為什麼不願意提出對案 然後部長什麼時候才可以提出修法的對案呢 報告委員 我剛剛就講說 第一個我們就有招待過專家學者的會議 可是他剛剛講的是性騷擾 防治法跟性別工作平等法的區別啊 你今天捷運上的就是走性騷擾防治法 學校裡面性別平等教育法 職場就是性別工作平等法 否則老闆對員工的騷擾 不是性別工作平等法 性別工作平等法 難道只處理產假跟其他的東西嗎 不是 我剛剛在講的說 專家學者議員說兩個規範的意志不同 對 然後 這個意志不同我們都知道 對 然後他認為 如果要在這個性供法裡面去規範 對雇主性騷擾的行為 有這個處理跟處罰 請問你們的專家是哪一位可以告訴我嗎 專家我也認識非常多 誰有這種奇怪的見解 老闆對員工的性騷擾 不是性別工作平等法該管的 我們叫 我們叫 警察局去管性騷擾防治法叫社會局去管 這個不是職場的問題嗎 請問部長 您是勞動部長 這是不是職場的 職場 這是職場的問題 對啦 我跟委員還沒講完 專家學者有這樣的說 有一些疑義啦 那當然 我不懂這個疑義 我這個法也了解很久了 完全聽不懂這個疑義是什麼意思 另外 因為這個性供法 它其實也不只只有民間的僱主 它也會牽涉到軍公教的人員 當然 所以我們對於雇主或者說最高負責人 雇主最高負責人怎麼定義是另一個問題 所以才需要在這裡面增加一兩個條文處理 所以我們這個部分我們會在跨部會 我們最近會跟他們開會 好 那部長 因為這個我們十個立委已經說 這是我們三大 就是說婦女的優先法案 那部長 你們研議 就是說什麼時候可以提出修法段 可不可以給我們一個時間好嗎 報告委員 我們是不是 先 我們最近那個 會跟跨部會 部長自己回答就好 因為我覺得你們這個調評師 跟同樣的調子 我們都已經反駁過好幾次 繼續講 我已經沒辦法信任這個調評師 部長自己回應好嗎 報告委員 我們是不是等 因為這個真的有牽涉到 其他的部會的問題 但是您還是勞動部長 其他部會不是勞動部長 沒有錯 但是一個立法的機制 如果是簽到各部會 我們還是要 跟大家一些會商 了解大家的意見 這個me too的東西 我想站在保護 保護這個受傷的行為人 被害人 受傷的被害 老闆需要考慮 員工更需要保護 對不對 性騷擾這件事 我們都會去兼顧雙方的權益 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是讓我們 我開完部會的 這個跨部會會議 我們會儘快 有一個 可不可以講個時間 您的儘快是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還是 下個禮拜會開會 下禮拜會開會 好 那你們的草案 什麼時候可以提出來 開完會以後 我看要進一步怎麼做 我想我會在一個月內 跟委員來報告 一個月內跟我報告 好 那草案可不可以承諾 這個會期提出來 因為我們委員已經有四個草案版本了 就是說這件事情一整個會期 你們有個調評師就是在處理 雖然調評師的 就是說看法我非常的懷疑 可是 專家學者 這件事情已經吵了這麼久了 這個包委員 我們就是讓我們整個專家學者的會議的意見 還有 當時我們有請各地方勞政機關也有來 那我們再加上各部會的開會之後 我們再做一個最後的研議 再跟委員報告 那是不是可以承諾 就是這個會期 你們努力做到提出來好不好 努力提出好嗎 你們如果沒有在努力 我們就監督你們 我們開完會以後 我想我們會有一個定論 再盡快來跟委員報告 部長您是女性部長 我們對您期待很高 這是非常多職場女性的痛苦的事 因為你就算有法條 他都不一定提得出來好不好 OK 謝謝部長 我們繼續監督 好 謝謝范委員 我們接下來請 葉玉蘭委員 謝謝 我想我剛剛請的應該是女性的委員 好 我請那個許部長 謝謝 好 請部長 部長好 委員好 部長 您知道我一直都在追蹤 這個印尼移工 書台零付費的這個問題 是是 那我們因為疫情 暫緩他們輸來之後 這個輸入進來之後 反而讓 印尼跟我們有一些 重新磋商的這個空間 那他們今年說 零付費是延期到 這個 7月15 但是 我不知道這樣子延後 請問部長 能夠為國人的談判 爭取到更多的改善跟空間嗎 包委員我想 他們延後是他們自己的考量 但站在我們 我國的立場 我是覺得這件事情 一定要雙方 要充分協商 才能夠去做任何的改變 我們不能讓他們予取予求 我們不能讓他們予取予求 沒錯 所以這個部分 委員也知道本來1月14號要開會 後來是他們因為那邊 自己有一些考量 然後就 說先取消 然後又延到7月15 那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件事情其實我們 雖然現在說疫情的關係 一年一公是暫停引進 但是就這件事情 我們也持續在跟他們做 這個聯繫 所以基本上是 大概3月 現在是3月底 大家會在就這件事情 會有一個再一次協商 部長其實我們 單靠跟他們這個談判 其實 籌碼也握在他們手上不少 所以本期其實很早以前 就跟部長有建議過說 我們應該要開拓這個來源國 那目前有進展嗎 有報告委員 其實這件事情 我們都是同步在進行 是 其實也不僅是因為印尼的關係 因為現在缺工的問題的確很嚴重 那所以我們現在 包括韓日也在爭取這些移工 所以我們也是在積極開拓代言國 那目前針對我們新南向的一個國家 我們已經多次的雙方有過討論 那部長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看這個會後 我再請是不是請施署長這邊 再來跟我們那個 好不好 那第二個問題 其實我最近看到一個新聞 其實是很心疼的 因為過去我們常常看到一些老人家 這個老公把老婆 因為久病 這個長年臥病 然後最後兩個一起尋短 這種長照悲歌是很嚇人的 但最近有一個新聞我看得更難過 是說這個有一個孝子 他要照顧他癱瘓的媽媽12年 把家產通通花光了 然後也失業付不起這個4萬元的 所以就是把他媽媽給砍死了 讓他永遠沒有病痛 那其實還有很多許許多多類似的產案 因為這樣的孝順的孩子 其實我們更應該主動積極的來關照他們 那我特別希望部長能夠 能不能 因為我們看到 就是說能不能關照到這一塊 就是我們看到總統都會喊出 0到6歲 國家跟你一起啞 所以我們在那個育兒津貼上面 不斷地加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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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根本也不夠用 所以我們其實是有很多年輕人 尤其最近 因為社福類的移工 禁用比較有障礙之後 他們有很多人必須要辭工 辭工去照顧自己的爸爸媽媽 但是我們看到這些必須離開職場回家照顧的 我們能不能比照 我不曉得 勞動部有沒有思考去比照這種紓困的相關補助 既然可以有育兒津貼 那像這樣的狀況 有沒有辦法也給他們一個 比如說照顧 照顧這個良老的這個特別補助的一些辦法 有沒有辦法呢 這個部分我們目前是有針對聘雇本國籍的照顧員 就是說如果你沒有用移工 我現在講的是他們自己的孩子 自己孩子照顧這個部分 可能是我們沒有想到而已 其實我們如果說失業津貼都可以發放了 然後紓困也可以發放 為什麼對於因為像我剛剛講的這個 這起慘案 這個姓楊的孝子 他照顧他媽媽12年 花光家產 也失業了 然後最後只好把他媽媽說 你永遠沒有病痛了 然後大家同歸於盡的這種感覺 我覺得這太悲慘了 為什麼我會特別關照這一塊 因為我們現在啊 這個 是國發會說我們2020年是每4到4.1 一位青壯年會照顧一名老人 到2040年不到兩個就要照顧一個老人 所以照顧者的壓力只會越來越沉重 那這樣子的長照悲歌會越來越多 那我們真的是要為這些青年 青年來想辦法 不要讓他們以後 都要效法那個孝子 自行了斷 我覺得這個太慘了 我們有沒有可能在這部分 去提出一個解決的辦法 尤其針對這些 他沒有辦法請到這個移工 來做替代性人力 那必須自己辭工的這樣子 因為這部分我想就是長照的體系 如何能夠給這些需要的人更多的幫忙 那這個當然我們也跟衛福部來做 在做討論 但是剛剛也講到說是不是要來補貼說 遲掉工作回家照顧長輩的這些勞工 我想這個也牽涉的層面蠻廣的 那這個部分我們再來慎重的來思考一下 是不是請部長可以責成這個你所屬的單位 去跟衛福部好好的一起來檢討看看 在這部分有沒有辦法延長他們可以請領救濟補助 或怎麼樣的一個 也就是說當他們申請的移工沒辦法來 他們一定要有人辭職 在家裡照顧 我覺得讓我們一起來幫幫這些年輕人 他們都是我們國家的未來 謝謝我也很希望這個陳寅召集委員 到時候可以幫我們關注這一塊 謝謝 好 謝謝 好 我們會持續關注 那我們接下來請 等一下 李崑哲委員質詢 這一次是簽訂的 真的是你 好 謝謝趙偉 請一下許明春 許部長 請部長 李維委員好 部長您好 在2月23號 台鐵海端站發生重大的公安事件 因為電力維修車撞擊3名到班公務人員造成二死一傷 其實按照治安法第37條 那4月當日發生重大的公安事件 必須主動來提報我們相關的勞動機關 而這個部分在當天 台鐵局 鐵道局 運安會 以及我們勞動部應該都有派員到現場吧 有 好 那我特別要提醒部長就是說 今年的1月到2月 台鐵已經發生七次的公安事件 已經造成三人死亡 六人受傷 這樣一個嚴重的狀況 對每一位台鐵員工啊 都是永久的一個傷痛 那這個部分 我們應該會提出相關的勞動檢查報告 針對事情的原因 以及相關的改善缺失 還有是否需要違規罰款 這個部分 都必須要提出報告來簡單說明一下 發委員 這個事件發生之後 我就第一時間點 因為那天剛好公會來拜訪我 所以我們有 也就這個事件跟他們了解 到底他們現在像這個瞭望員 還有為什麼沒有這些瞭望設備 像現代科技這麼進步 好 應該有一些科技的設備來輔助 所以我這信息發生 我要求我們指南署 針對整件事情的事發 以及他的SOP 以及未來應該要怎麼樣去改善 以及加強這些預防的措施 那這部分呢 包括他的裁法 那這部分我們都會來做 好 許部長 在過去我們曾經多次 討論相關職業災害的嚴重狀況 那也提醒勞動部必須要加強勞檢 當然勞檢有包括專案檢查 或者是抽檢 以及勞工的檢舉 三種不同的形式 那勞動部也非常辛苦 我們也派出了12萬的這樣人次 來進行這樣一個勞動檢查 其實也查握大概有12萬相次相關的違反 法規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其實裡面最嚴重的應該就是違反 是在一個危險的工作環境之中 那這個部分 勞動部必須要具體的 針對違規的相次 主要的因素去做探討 那我們也看到 直接發生的類型 其實它也集中在幾個特定的狀況 相次跌倒 是 它就佔了23% 背刺或是割傷擦傷佔了13.95% 背甲或者是背捲到達到12.55% 那這些都是非常的明顯的一個區分出來 那勞動部必須針對相關的職業災害 雖然在108年度我們有12萬場次的勞動檢查 也查獲了12萬相次的這樣的一個違規事項 那必須提出 除了檢查之外 我們必須提出具體的改善方案 請簡單說明一下 是 報告委員 我們針對每一年度的這些職安委的檢查結果 對這些缺失的項目 我們都有 勞動檢查方針 因應策略等等 會提出相關的報告 那也會責成這個 部署單位一定要落實這些預防 做具體的改善 然後來保障勞工的一個基本安全 那其實我們 在過去也跟部長討論到職業災害 必須有三大方向 必須來做檢討 第一個 就是相關的我們對職業災害 勞工的保障的法令 其實有民法 勞基法 勞保條例 以及勞工的職業災害保護法等等 那每一個法令它所保障的領域 所賠償的方式 所用的法律都不一樣 那這個部分必須來研究 是否有比較能夠統一的相關的法令 第二個 你等一下再具體說明 第二個就是說 相關的職業災害 我們還是以健保給付為主要的範圍 那其實職業災害受傷 它還是有其他不同的受傷的方式 有的是顏面的整個受損 或者是益池的部分 這些在職業災害 在健保裡面其實給付都是有問題的 這個我們要擴大相關職業災害給付的一個範圍 那另外更重要的 我也常常跟部長提起 就是說有關於職業災害之後 不管是它的醫療的復健 還有它社會的復健 職能的重建 職業的重建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課題 那針對這三部分請部長簡單答覆一下 我們勞動部 具體的這樣一個規劃改善的方向是如何 報告委員 這個就是我們職災的保險及保護法 我們的草案 希望去解決剛剛委員所提到的這些問題 我們透過這樣一個單獨立法 從預防、補償、重建 會有一套完整的一個 對職災勞工的保障制度 那這個草案已經在行政院 這邊已經送到這裡 那據了解行政院應該審查完畢 那我們會後續會積極 希望讓這個草案 能夠提用會討論 那盡快送到立法案來審議 那將來對職災勞工的保障 會更完整 好這個剛才那講的那三大原則必須要特別的注意 是 好 好 謝謝李委員 我們接下來請陳交華委員諮詢 謝謝主席 請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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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委員好 你好 在這裡就是職業工會 就是產業職業工會這邊有一個陳情 就是說在檢查的這個部分 是不是可以由這個職業工會的幹部 他們來參與陪同來做這個檢查 報告委員 這個部分有關於產職業工會 是不是有培檢權的這個部分 我們其實之前還有包括最近都有開過會 就是有關於產職業工會的培檢權這邊 大家是報紙比較保留一些不同的意見 所以現在還是不 產職業工會他基本上大部分的認為說他因為去檢查 牽涉到有營業秘密商業機密還有包括勞動個資的問題 所以基本上 那是可不可以有一些適度的突破呢 那報告委員 現在產職業工會的部分 他雖然沒有22條的培檢權 但是有23條的培檢權 培同鑑定的這個他的可以來處理 就是說由這個就是公部門的這個單位呢先去有這個陪同的檢查權 就是公家的這個機關的這個部分 這個是產職業他們現在產職業工會希望能夠在勞檢的時候他們能夠參與 那我剛剛講的是說22條的話大部分的專家學者會我們之前開過的會是比較不持保守的看法 但我是說可以透過23條陪同鑑定這樣的一個規定 我們可以邀就是說 邀請工會的人來做 與專家的身份 因為這產職業工會他可能 那這個部分什麼時候可以來落實 那這個本來就有 那這個部分就是也有邀請這個產職業工會嗎 這個就是 那個像幼兒園的檢查 我們就像地方勞政機關他就可能會邀請 這個跟幼兒相關的產職業工會 因為時間非常的這個有限 所以這個部分在有素面來別本席辦公室 那再來針對邀乃文這個案子 那我們知道就是有被寄過 有被這個調職 那現在有 他是免職 有被免職 邀乃文他是免職 對免職 那蔡局長是被轉調 他側換他調職為蔡市 那到底他的這個書詩是什麼 就是對人的行政督導 督導不足 行政督導不周 好 那希望類似的弊案能夠未來能夠 就是能夠避免再發生 好那這裡就是有桃園客運 針對這個職災勞工 那他們申請這個 這個 後續的補償 有一些刁難 在去年9月有 台灣客運的司機 他已經身體不舒服 然後又把乘客 就是應撐吧 到這個總站 那到現在就是說 這位勞工他沒有辦法領到全額補助 所以生活已經遇到困境了 那在這裡就是說 是不是相關的這個職災的勞工 在申請給付的時候 勞動部怎麼樣來協助 就是有發生這樣類似被刁難的情形 那當然這是個案 那部長可以承諾來做協助嗎 這個全部都給了 報告委員這個都給了 都給了嗎 對 這個職災的給付給了 但是好像就是說 給付的情形 就是去年9月10月 有領到 但是後續休養期間的職災 就是在申請上就卡住了 就沒有下來 所以並沒有給 那是不是勞動部這邊來加強 來就是後續的部分 我來交代業務單位在內 了解一下看問題在哪裡 好 那另外台鐵 台鐵的事故 在近15年有8起 重大的公安 那這些公安意外 我想職災署 從105年到現在已經採罰台鐵 有35次了 有35次 但是現在就是事故一再發生 那職災署也有做相關的檢查 也有提出檢查報告 然後也有做一些要求 那職災署對台鐵的要求 包括就是加強調車作業突發狀況的 相關緊急應變訓練 還有呢全面檢視相關的人力編制 是不是足夠 還有就是 是不是如何讓勞工 在兩車廂之間相關連結拆解作業時 可以不用進入這個兩車廂間 來做相關的一些作業的一些 相關輔助的一些 可能遇到的危險的避免 那在這裡是不是 部長就是說 因為包括鐵道局或者是台鐵局 他們有引進國際相關的技術規範 那現在就是台鐵局相關的部分 還沒有落實 那治安署也提出一些建議 那在這裡 勞動部是不是可以督促這個台鐵局 針對相關的這個作業 或者是不完善 或者是剛剛提到的人力不足 還要應該加強訓練 是不是勞動部可以 更這個積極的來督促台鐵局 是 謝謝委員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3月16號 就會邀請台鐵局的高階主管 針對整個台鐵的減災 如果來做會開會 當然我們都知道 很多這個事故的發生 可能就是台鐵局 自己自主管理出問題 那勞動部也希望說 不要再支支度外 就是說 或者是硬根積極去督促台鐵局 避免這個悲劇在發生 是 我們一定會積極來助理 謝謝 謝謝 謝謝陳委員 接下來請李貴明委員 李委員 李委員不在 請謝伊鳳委員 謝委員不在 請高嘉瑜委員質詢 謝謝主席 請部長 謝謝 請部長 高委員好 不好意思 我們也請一下 勞金局局長 謝謝 勞金局長 部長 因為之前勞動基金的案子啊 我們也一直在了解 就是到底這個 油乃文組長 曾經被要求調職 那後來這個公文呢 就 無故的消失了 那我們也問說 到底這個調職的公文 忽然追回的原因是什麼 那公文現在到底在哪裡 那勞動部回給我們的 這個回覆啊 是寫說 這個公文已經 註銷了 已經銷毀了 這個部分 是不是可以說明一下 為什麼這個公文 是銷毀了 幫幫委 這是 基金局的回覆啦 嗯 這 應該 一般他們是會用那個 簽 就是 簽辦 那時候應該是有簽辦到 勞動部來 後來他們那個 因為我是後來看那個 整個我們的 人事處的 紀錄啊 他後來公文是他們撤回去 但是他們 是 當時公文簽到什麼層級 公文簽到什麼層級 這個 我 你有印象 人事處補充報告一下 現在調閱本部的公文管理系統上 顯示本件公文是消耗 所以我們沒有其他的 只有上面 消耗是什麼啦 一般消耗就是 原 承報或簽辦的 機關或單位把公文撤回 以判斷 以目前的狀態判斷是這樣 那所以這個公文到底還存不存在啊 這本部是沒有的 那有沒有備份 沒有 那是不是銷毀 本部只是記載消耗 所以那個 消耗是不是銷毀是要基金局 這個要問基金用局 來 基金局 因為你們給我們的回覆書面是寫說 當時以辦理文書流程及文號註銷式以外 執本公文也予以銷毀 沒有資料可以提供 所以到底有沒有銷毀 報告委員 這個部分因為是我來之前的事喔 那是就一般的公文管理來講 一般來講喔 如果已經消耗它就不是正式的公文了 所以它這裡 我這次上面寫說因為 據了解是執本 並不是用電子文件 那是執本 那因為已經是不是 是消耗了 所以等於是在公文上 沒有這個公文了 所以當然就沒有留存的問題 所以這裡會回答是予以銷毀 就沒有留下來 它已經沒有這個公文 因為我們有問了檔案局喔 如果是銷毀的話 要備份才能銷毀 那是正式的公文 那所以如果不是銷毀的話 那就是註銷 那如果是註銷的話呢 就是你所謂的消耗或是註銷 那也要有一個正當理由 就是說到底為什麼要註銷 例如說你可能是因為 呃 什麼樣的原因是註銷的 那過去有這樣子的案例嗎 因為如果是固定輪調 那可能只是一個正常的人事派令 那所以你們把它註銷 或是怎麼樣之類的 但是這個理由可能也行不通 因為畢竟這個油奶文 它是因為被列為高風險的名單 所以才進行調查 或者是調職的程序 認為說他確實有一些往來等等的爭議 所以針對這個問題來跟他進行調職 應該是這樣 那所以這整個過程我們今天就要問啊 就是說今天勞金局局長他被懲處 您認為說他在過程中有疏失 但這疏失顯然不只是一個局長而已啊 整個勞動部難道只有一個勞金局局長需要負責任嗎 那過去包括正風 包括多次我們說五次被檢舉的案例 包括這個公文無故的消失到現在 都沒有人要負責嗎 那這整個過程到底有沒有符合相關的行政程序跟法令 無故的這個公文消失也沒有人care 但是問題是我們認為這個整個關鍵可能在於說 為什麼油奶文組長曾經被要求調職這件事情 卻突然的停止了 而公文被追毀了甚至還被銷毀了 這是你們所提供的資料 那這樣子這可能是整件事情的一個最大的疑點 可是勞動部顯然對這件事情 是採取一個就是自知不理的態度 這個部分我覺得是一個滿嚴重的一個問題 不知道部長對這件事情到底有沒有要追查說 到底這個問題在哪裡 報告委員 因為當初這個調職 當然是在我來之前 那我想這件事情當時候 基金局前局長他有在衛環這邊說明 他當時候的對油奶文的一個調職 並不是說他是略為風險人物 而是他當時候 蔡局長他剛來 他覺得原先要做一些職務的歷練的調動 後來他覺得說自己剛來為了想說那還是多觀察要穩定一下 讓整個業務能夠順暢 所以他才把這個人事撤回 那如果像剛剛這個我們人事處長 因為部長他的這個說法顯然也是不合理 因為他如果說為了穩定那穩定之後也應該要調職 但是後來就再也沒有調職這件事情就無疾而終了 所以大家就質疑說你當初調職一定是釋出有因嘛 而且油奶文被列為高風險人物是從2015年一直持續 但是顯然我們勞動部隊這件事情是視而不見 報告委員 其實他被列為風險人物那時候是 其實是匿名檢舉 匿名檢舉但是當時候正封處雖然是匿名 他還是把他當作是一件事情 一個檢舉去做調查 那經過調查是查無實證 那把他列為風險人物 那我們後來他因為這個油奶文後來就是有這個月權 去指揮這個證券公司去下單 有發生這個事情之後 還有這個買新貴股票我們也馬上 因為他曾經列為風險我們馬上 因為之前我們有要求勞動部去做行政調查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針對 因為司法權的發動才能夠去把後續這邊查出來 針對這個公文就是說到底這個當初調動的原由 然後還有就是說這公文到底銷毀符不符合行政程序 那銷毀的原因跟理由是什麼 這個部分希望勞動部能夠再做進一步的調查 然後跟我們一個報告說明好不好 好 大概要多久 一個禮拜可以嗎 一個禮拜可以 好 那另外因為蘇玉清局長您是新上任 那您也提出三個工作重點 強化社會責任檢討內控機制 重視外部溝通 那因為勞金局過去的這個部分您說做得不錯啦 所以我們要問說 那郵組長他過去這樣串通外部投信啊等等等 那您認為說這部分確實是不錯嗎 還是勞金局的社會責任做得不錯是指哪個部分啊 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是郵組長的行為 那我的我補充報告就所謂的 我是把是希望以後能夠更加重視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投資 我們未來在投資的策略上 我們希望我們投資的標的 是重視企業社會責任的公司 是重視企業治理的公司 那您同時也提到說近期會發布內控機制 針對這個勞金局的這些問題 近期是多久 對不起這個可能是 應該是我們已經有做了內部控制的檢討 不好意思可能是媒體有點誤解 我們是已經檢討了內部控制的一個相關的檢討報告 我們會先落實去執行 但是內部控制我們會隨時來檢討 那如果 就是說你有什麼新的做法或是什麼可以讓大家認為說 這個勞金局的這些問題確實可以從此杜絕 是 對 跟委員報告 我們目前的檢討報告 那這部分你也一個禮拜內提供給我好不好 是 是 好不好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就是家務移工專法的部分 我們想要請問部長 因為前陣子也有這個遊行嘛 那您也都知道說台灣的這個家務移工 我確實非常的辛苦 他幾乎是全年無休的 那薪資也非常低 只有19000元 但是呢這個人數非常的多 那以我們現在就業服務法顯然保障是不夠的 所以過去勞動部也曾經在103年 就提出潮案也研議這個家務移工專法 但是到現在都指紋樓梯想 到底目前勞動部的進度是怎麼樣 欸 八號委員 因為這個部分其實 家務勞工喔 因為他的工作型態啊 跟一般的喔 那個產工喔 是不一樣喔 那再加上說其實我們的 大部分這種家務勞工的 家庭都是屬於比較弱勢 我知道 所以我們現在要講的就是說 不只是對於這個移工 他其實保障不夠 對我們這些弱勢雇主來講 確實他的保障也不夠 因為我們常常發現說 在移工其實現在有一些外逃 或是等等的狀況之下 雇主往往不敢去申報 因為其實這是變相懲罰雇主 你可能這個過程中 你要被管制三個月以上等等等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目前的就業服務法顯然對於 不管是弱勢雇主 或是對於移工的保障 保護都不夠 所以才需要勞動部 能夠提出一個 這樣子的專法 能夠兼顧 甚至在相關的法令上 能夠更完備喔 但是這個部分呢 從103年炒案 到現在105年 討論到現在 一直完全沒有辦法落實 也沒有配套 那顯然台灣現在說 我們要人權立國等等等 相關的這些都應該要去做的 沒有去做到 那香港其實都已經有 這個家務移工的專法 德國也有相關的這些 移工兩兩一組的 對於這些移工的保障 其實相對是比較先進的 那台灣這個部分 真的是比較落後 那這個部分其實 需要勞動部來努力 那對於弱勢的雇主 當然我們可以用補貼 或其他的方式去彌補 但是對於移工的人權 我們是不是也應該要去兼顧呢 報告委員 這個部分當然我們會來 再持續來努力啦 因為這個 因為我看您的報告 也有把這個部分 也列為是一個目標 但是顯然我們沒有看到一個 政策有去具體執行的方向 包括說年金改革 也一直都是勞動部的目標 但是也沒看到方向 那但是另外一個 我們要講就是 仲介剝削的問題 其實也非常的嚴重 那我們之前也一直都 呼籲說 希望勞動部 可以採取職聘制喔 不要讓仲介 其實在裡面 上下起手喔 不僅對移工不公平 對雇主也不公平 那南韓在這個部分 就做得非常好 他們的職聘制非常成功 也可以杜絕很多的問題 那我們也希望勞動部 能夠積極的去推動 跟研議喔 職聘制 才能夠真的保障我們的雇主 那這個 剛剛所講的這個 家事移工的專法 也是一樣 這些都是 對於未來的這些 這些移工的保障 跟我們的雇主的保障 能夠更全面的一個配套 所以我希望勞動部 能夠就這個部分 能夠更積極 那部長大概多久之內 可以針對這些部分 能夠有一些 比較具體的推動方向 跟政策的方案呢 謝謝委員 對這些議題的關心 那我想 不管是 家事的那個 專法 家務移工的專法 或者這個 其實職聘的部分 我們本來就有職聘中心 對但是成效是非常不張 主要是因為我們國人的習慣 雇主的習慣 就是覺得仲介 會比較 能夠幫他 因為這個專法已經討論很久了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 部長是不是可以在 一個月內 針對您的職聘制度 要如何去改善 能夠佔現在的這個市場的 幾成以上的目標 去努力 然後針對這個專法的推動 是不是也能夠有一個目標跟方向 能夠提供給我們 好不好 那另外就是也有在 主席不好意思 在最後一分鐘 因為就是說 因為就是說 那個 每次都是這樣 因為不是第一次 好 好 那最後一分鐘 每次確實那個 那個 那個移工的那個 好 因為最近就是因為移工缺工問題很嚴重 那之前有討論說 會延長這個移工停留的年限 那這個部分到底現在的進度是怎麼樣 這個現在行政院跨部會在討論當中 針對移工的問題 其實各方面各面向都在做做研議 那所以大概什麼時候會有一個方向出來 最快什麼時候 因為大概整院這邊跨部會 最後的決定 這個時間上 因為不是我能夠去 所以目前是潮說可以放寬就對了 還在討論當中 還在討論當中 但是解決缺工的具體措施有在研議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好 再拜託一下 因為講的比我們本委員會的委員還要久很多 都有優待了 高委員很認真 但是下次拜託一下 我們今天人還蠻多的啦 現在大概進行到一半而已啦 好大家陸陸 委員陸陸續續來這樣子 好那個我們接下來請洪孟凱委員 在跟您做討論 因為我們看到在去年12月底的時候 有勞動部發版 發表這樣的函事 是規定企業工會的陪同 因 為該受檢事業單位所顧的勞工 然後我們在這樣的訊息之外 出來之後其實有跟勞動部做過討論 然後也透過這個動結預算的方式 然後希望能夠進行更明確的溝通和討論 那也確實在這個看到 職案署在今年的3月2號 和3月3號召開了企業工會 陪同檢查指派代表及產職業工會訴求 參與勞動機制的這個研討會上面 經過一些討論之後 我們也看到更新的這樣的函事 提供了新的函事 這邊其實就有把這樣企業工會的部分 納入了進去 這樣子的改變其實我們是很給予肯定的 那也表示您聽見了勞工的聲音 以及這些工會的聲音了 但是呢我們還是能夠能夠來看到 是說在台灣的部分 其實企業工會的組成其實 組織率非常的低 其實只有7點多趴 但我們來看這樣子的組織率很低的原因 其實有幾個部分 我們都覺得應該來去做調整 包括說像我們在這個工會法的第11條 就有規定說30人以上才能組織工會 但我們如果去觀察亞洲的其他的先進國家的工會組織的門檻 像例如說香港是7人 日本韓國大概是2人就可以來組織工會 所以這樣的我們的門檻是不是過高 情況我們其實必須要來做檢討 那同時我們也知道 中小企業其實在台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濟來源 或台灣非常重要的企業 那我們也知道說台灣的中小企業其實佔比高達97% 這意思也就是說未滿 200人的這樣中小企業其實佔比是非常高的 所以對他們來說要組成工會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我們如果只開放企業工會之外 只開放企業工會其實仍然沒有辦法提高這個老檢的可能性 或是沒有辦法讓更多的人能夠一起來參加這樣陪同老檢的可能 所以我們認為說除了企業工會以外 仍然應該要考慮把產職業工會給納入 其實我們的老檢同仁都有相當的一個專業 他們都經過多年的一些檢查經驗的累積 其實對老檢的部分他們都有相當的一個專業 其實不管是企業工會的陪檢或者產職業工會 他透過23條陪檢 他其實都是來協助我們做行政的一個調查 那這個部分我想因為過去陪檢的這件事情 我們已經討論過很多次也開過專家學者會議 大家對於陪檢權要納入產職業工會的主要的考量 是在於說因為這樣一個檢查會有涉及到營業秘密商業秘密 勞動就是這個勞工的各自成等 我想這部分其實之前我們曾討論過說關於營業秘密的部分 其實有其他的方式因為比如說我們也知道說 從來沒有出現過產職業工會來陪同的時候 有洩漏營業秘密的這樣子的過去 那同時其實資方代表也在他們可以針對 陪檢到目前為止是沒有納入產職業工會 但陪檢他產職業工會他可以用專家的身份來參與 所以這邊如果地方的勞動政機關 或甚至我們自己的勞檢的這個專屬 那我跟你們報告一下其實這部分我們之前都討論過 第一個是在營業秘密的部分其實是可以有 其實是現在就可以迴避的 因為資方其實也在 他可以告訴他說 檢查是要堅保勞資雙方的權利 當然 所以資方絕對可以表達 然後認為這是營業秘密的部分 我覺得這絕對是你們的專業裡面也可以去認定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迴避掉的 所以這並不能構成不讓他們 納入賠檢的這個這樣子的可能性之一 那同時剛剛提到這個賠檢的制度 其實他目前的法規的第23條只有寫得必要 所以我們認為說在這些部分其實應該要來考慮 包括說第一個是納入產職業工會 第二個是將這個企業工會的顧問也應該來納入 並不是只有在企業工會的這個勞工必須來做處理 來做納入而已 因為我們也知道說剛剛提到其實中小型企業非常的多 然後我們的公會組織率已經很低的情況下 其實公會不見得有能力他去僱用一個正式的員工 正式的勞工 所以他必須透過這樣顧問的方式來一起來增加他們的專業性 所以我們認為這幾個部分都應該來納入 那我覺得也不是說因為裴檢員 因為你們檢查員不夠專業或等等的問題 因為我們顯見這樣的議題其實不是只有我在這邊提 其實之前很多的民間其實也都來談這樣的議題 所以其實表示說有這樣的需要性 那我們這也就是懇請勞動部能夠再次的整身來做檢視 包括說在22條的修法或23條的部分 因為剛才您提到培檢的部分是在23條 培檢的部分在23條 那你們其實只有說得報請相關的部分而已 並不是說因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其實都應該來做 提出來做跟習慣討論 那包括說這22條的部分 應該要主動的納入這樣培檢員的機制 然後並且民定工會的形態 我們希望能夠把企業工會產職業工會都能夠納入 而不是因為22條的民定 22條的這個法規定義不夠清楚 只有寫到公會 所以才會陸入剛才我們前面提到這些韓式的爭議等等 所以這部分還是懇請勞動部這邊能夠審慎來做評估 報告委員 因為這個問題就是產職業工會納入培檢的部分 其實我們之前就已經討論過好多次 專家學者的意見也都比較趨向保守 那這個部分牽涉層面真的比較廣 但我是覺得如何說透過這個培檢的這部分 我們來強化一些配套機制 讓這些產職業工會能夠參與 這些參與還有協助我們勞動檢查 這個部分我覺得在23條的部分 我們來看實務的機制怎麼做 我們願意來努力 謝謝我們希望能夠一併來推動 就是希望能夠更廣泛的來檢視這樣的機制 那同時不好意思 因為其實本來有兩題 就是佔了一些空間 那我很快的帶過去 就是說我們希望能夠提升賠產減價 以及賠產假及賠產減價 因為我們也知道說 在去年的8月8號就是父親節的時候 其實跨黨派的立委和民團 都共同的召開相關的記者會 認為說應該要有這個五天有心的賠產減價 這也是因為因應在我們看到這個 性別平等工作法裡面 其實在認證期間 僱主是給予五天的產減價 但這個部分其實只有在懷孕的這一方 可以享有這樣子的請假的可能性 當時那時候 您這邊的 勞動部這邊的回答是說 這另外一方假設 我是希望能夠陪同去產減可以請特休 想請教這依然是勞動部現在的立場嗎 包委員 這個議題我們會來考量 整個來做討論之後來做考量 因為我想說 你看這邊我們其實提供相關的資訊 就是在您勞動部這邊研究的報告其實指出 不只是勞工認為有這樣子的必要 然後包括雇主其實也都是有高度肯定的 所以顯現這個賠餐減價已經形成了社會的高度共識 而且同時我們想提出來的是 請特休跟請賠餐減價的意義是不同的 因為特休就表示說 你要請不請你都可以 並沒有從一開始就鼓勵大家 一起來正視這個育兒的問題 所以國家政策在考慮的時候 應該把雙性都拉為育兒的角色 而且從懷孕的開始就應該來一同來參與 我們還有辦法撇開 過去其實把這樣子育兒的角色都放在女性的身上 加上說我們其實慢慢的都步入到雙性家庭的部分 絕對應該在育兒的角色上 是應該來必然來做共同承擔的 所以除此之外我們也看到說 在這個賠餐減價的部分 其實在台灣也是遠遠落後於其他國家的部分 所以我們也認為說一樣的狀況 我們如果要來正視這樣的問題 其實應該要來從這些價別的部分和價的天數 以及是否能夠增加新的價別來一起來做提升 因為這個天數的部分 好像跟我們這邊所掌握的資料有落差 但是沒有關係我覺得這個部分 不管是賠產減價或賠產價 這個我想大家都 很多委員都非常關注 各界也很關注 我會請業務單位整體來做一些考量 然後審慎的來評估 是因為我們其實也看到說在總質詢的時候 其實也知道說出生率現在已經持續的創新低 然後在今年開始死亡率也高於出生率的情況下 院長有承說他說如果政府有心 希望從各方面來支持年輕的父母 我特別想提醒的是說 他說的是年輕的父母並不是說年輕的母親 意思就是說這個養兒孕的工作 絕對不是單一方面的責任 所以才必須在這部分其他配套措施和配套政策 都應該要來跟上 所以剛才聽到部長願意來來通盤的來檢討和研議 其實我覺得是非常感謝的 那大家也想請教說可能預期的期程會是什麼時候 期程部分因為其實包委員 這種整個的賠償或產假 這個都會不是只有牽涉到一般的民間僱主 包括軍公教通通會 是的所以我們才希望盡快開始討論 這個部分我會請盡快來啟動相關的研議 但是具體的期程我想我 我們希望是至少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會啟動這樣子的研議 因為其實剛才提到的是其實很多委員 然後也很多民間其實都達到相關的共識 我們現在就已經在討論當中 我們現在就已經在討論當中 我想大概兩個月 兩個月我們看看有沒有一個 比較初步的一些成果出來再跟委員報告 那可不可以能夠比較近一點 比如說一個月讓我們知道一下討論的過程 曾經有哪些意見我們來做一個交換和交流 可以啦 好 那就一個月 感謝部長謝謝 好 謝謝王委員 我們接下來請湯慧珍委員 主席 現在我們請許部長 湯慧珍好 好 部長 現在印尼零付費政策 現在很多人都知道了 坊間請這個印尼的看護 這些移工呢 人數非常多 將近百分之七十六點多嘛 那因為未來這個台灣的雇主啊 需要多付 大家有盤算十二筆費用 那台灣的弱勢 這個家庭的成本會大增 那以後東南亞 我看聽說越南也已經跟進了 那麼這個幾個國家 目前沒有 目前提出零付費的 只有印尼 那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零付費 有關於這十二項 或者到底總金有多少 其實 都還沒有 他們都沒有給我們明確的一個數字 還沒有 很多是可能是媒體 或者一般這個中介業的推估 但跟委員報告 我們其實也有私底下 透過相關的管道去了解 沒有這麼多 但我覺得這件事情 無論如何 一定要雙方充分的協商 才能夠去改變原有的一些政策 這是我們的態度 因為不能說你片面決定 要零負擔 要怎樣 我們就要我們接受 我覺得這是我們不能同意的 繼續交涉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其實 本來他是1月15號實施 那事實上印尼自己也是內部有一些問題 所以他現在延到7月15 那7月15能不能順利上路 我們也不曉得 但這件事情我們會來正視他 所以目前雙方是有大概說 三月底會再做一次視訊的會議 來大家來討論這個議題 我想這個 我們請這個移工過來 來做照顧服務 那我想這次聽到說零付費的問題 那是不是也藉這個機會 那通盤檢討一下台灣的移工 勞動政策 這樣的一個機會 比如說聽到這個印尼講到零付費 是不是也要做一個調查 看看他們的想法 那當然這個經費可以減 有哪幾項可能會零付費 我們也不知道 可能你說三月份會討論一次 那大概了解之後 才有辦法處理 各位報告 其實這件事情 從印尼拋出這樣一個零付費的方案之後 我們其實 勞動部也有跟我們國內的 相關的仲介業者或雇主團體 也有去開會 也有去了解 大家對這個議題 大家的想法是什麼 以作為說我們後續 跟他們討論或談判的一個依據 那當然目前來講 因為我們第一次會開過了 但是他沒有告訴我們 到底哪些項目或者哪些具體的金額 都還沒有把這些資訊給我們 那第二次會議是他們取消 那第三次大概預計是這個月月底 那我想委員所關心 或者一般雇主或仲介團體所關心的這些項目 我們都會在會議裡面來充分討論 也要他們把我們明確的數字項目 金額通通要告訴我們 那可以在網路上可能可以告訴大家 現在正在跟他們對方還在研究中 不要大家在猜都很緊張 我想這個 這個其實我們都會第一時間點 都會告訴我們的媒體 媒體都有報導 這些事情其實只要Google一下 零付費所有的 不管是我們勞動部的立場 或者雙方會談的一個情形 或者現在的大概進度到哪裡等等 這個都媒體都有報導 OK好 另外對於勞動檢查的部分 那因為我們在這個坊間這個企業界 告訴我們說 這一檢查馬上就開罰 那真的是讓他們這個受不了 那能不能有一些情節比較輕微的 或者是比較沒有跟安全比較沒有關係的 是不是可以 我跟報告委員 因為勞動條件的部分 都是勞基法的規範 那勞基法是剛性的立法 你知道 很多它是沒有可以限期改善的 它就是違規 它就是要裁法 對我知道 就是因為太剛性了 我一說有沒有辦法 做一個修繕改 有一個改善的空間 報告委員 我們現在其實在勞動條件這部分 我們有除了宣導輔導 我們現在檢查以外 我們在有加一個法尊仿釋 因為也考慮到小型企業 它可能法尊比較弱 比較弱 所以我們就透過我們的仿釋 去協助他們來檢視 它是不是有符合相關的規範 所以這個部分是沒有問題 那至於職安位部分 當然如果有些缺失是可以限期改善到 除了安全衛生 這個部分我們都是依法 我一說可以檢討一下 裡面比較屬於比較輕微的情形 不要動不動就開法 還是有一個改善空間 如果看看檢討一下法令 這個是這樣 就是如果法令規範說 你違反就一定要罰 我知道這個是法律規範 但是會有比例原則 會是它的情節輕重 在裁法上 因為現在最近罰則都已經提高了 以前6千它提2萬以上 對不對 這最低2萬 這很早了 但是我知道 這個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我一說 因為有些人榮譽感很重 一被開法就受不了 那麼希望說有沒有改善空間 他們願意趕快改善 那這是民間的反應 報告委 這個說實在的 不能改 一旦去檢查 一旦去檢查 法真的有違反規定 就一定得開法 不然的話 變成我們的老檢員會有堵職 但是我的意思說 但是對於一些 就是說法尊能力比較弱的中小企業 我們會透過法尊方式 不會一下子 法尊方式其實以前都沒有 後來才開始慢慢有 對啊 我們是希望用這樣一個機制 來讓我們的所有的企業 法尊能力能夠提升 還是要普遍一點 盡量做到 以上 我們接下來請鄭天才委員 鄭委員 鄭委員不在 請鄭民宗委員 鄭委員 鄭委員不在 請林昌佐委員 鄭民宗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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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因為這個刺青現在在台灣他已經不是這個負面的形象 那也越來越多其實不只是年輕人會刺青 那包括在台灣其實每年都有舉辦很大型的這個國際的刺青展覽啦博覽會啊等等 那台灣現在在亞洲裡面其實關於刺青藝術的這個發展 其實在全世界都有一個一定的地位 但是我想也蠻多人啦在網路上面啦或在媒體上面都會看到 其實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一些消費爭議 不管是說這個消費者的這個刺青之後出現了一些受傷的狀況啦 紅腫障啦或是流農啦 或是說這個刺青的圖案跟他預想差很多 那這種爭議其實每隔一段時間都會看到 會被瘋傳甚至於會被瘋傳 說很誇張的 所以這個大概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這個刺青師傅他的工作室的衛生環境啦 設備的衛生的這個問題 第二個大概就是刺青師他本身的技術問題 那在第一個部分在2019年的時候 衛福部其實已經訂定刺青紋身紋媒消費行為的注意事項 裡面就有做一個關於衛生的這個規範 包括這個從業人員他應該要的衛生管理 以及消費者可以做哪一些的了解 但第二點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刺青師他本身技術問題的這個部分啊 我是認為勞動部應該可以開始去思考說 因為刺青雖然不是醫療行為 但是他也是侵入性的一個行為 被封傳的時候看起來好像很有趣啦 但他就是一個實際上發生的一個問題 那而且這之後發生問題以後其實這個常常是求助無門啦 所以與其說之後才去想辦法讓他去可以做怎麼樣 讓什麼雷射啦讓他消除還不如之前他就可以了解說這個到底是不是合格的師傅 那這當然在國外本來就有在做了啦 美國啦澳洲啦例如說像美國的內華達州 他的這個紋身工作是他的營業 他不只是有一個檢定喔 他還有一個健康許可證 這個許可證裡面包括他的名字啦 Social Security Number啦 然後他有沒有傳染病史啦 他過去這個這個紋身跟其他人體藝術的這個培訓經驗的這些檢定都要很完整 那而且他至少要有六個月的經驗啦 在正式機構裡面培訓啦 或是有在合定的這一些工作室合格的工作室擔任學徒的經驗 以及還要經過比試 所以其實這個當然如果營業許可這個牽涉不會很多 也不是勞動部處理啦 但是如果先從檢定的方向來研議 我覺得這個比較可以避免也讓消費者在去消費之前可以先瞭解說這個師傅的狀況嘛 好謝謝委員 那我會交代夜館單位齁 就是收取國外的這些資訊齁 來做一些研議 對做一些研議啦齁 謝謝部長 謝謝 謝謝 他還留了一些時間給別人 我們接下來請羅明財委員 羅委員 不再請吳思懷委員 吳委員 吳委員 不再請 張永昌委員 質詢 謝主席 請勞動部部長 請部長 好 好 服務員好 部長我這樣講齁 防疫成功 經濟持續繁榮 電子科技廠 晶圓廠 不斷設廠 所以我們產業缺工會更嚴重 這個同意吧 台灣這個長照覆蓋率也只有40幾啦 所以我們的社福移工齁 也是非常短缺 這也同意吧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因為我們的疏困證新條例第七條 疫情期間嘛 你可以去 就業服務法第47條當中 規定的那個項目有沒有 他得以在產業移工12年 社會移工14年 工作年限滿 上一次是 去年的9月17到今年的3月17 再期滿前後14天可以申請延長半年 那因為時間就快到了嘛 我們現在已經 你們又公告了 你們到6月30再一次的公告延長半年 那我問你啦 你覺得疫情到什麼時候會停止 就會開始解禁 我覺得我們這個部分 當然疫情的部分我們就會配合 你才不準嘛 那你每次都在這麼短的時間 剩下一點點的時間 才要來做這樣的一個政策決定 你家裡面沒有老人家嘛 家裡面沒有那個 有監護工那種家庭那種苦境嘛 你早一點講是不可以嗎 我們這個就是 三個月大概差不多三個月 是啊 你今天三月 你三月九號才公佈 可以到6月30以前 是新的階段的這個 延長延限的申請 是啊 到6月30前 那有人如果就是剛好在 申請都可以啊 是啊 那有的人他剛好在4月工作期滿 他不知道你有沒有這個啊 疫情又還沒有結束啊 對不對 他也不過到這兩天 他才知道嘛 你理解我意思 就是說他來申請 他借滿再來申請都可以啦 如果我家有到4月底的 我其實在2月底的時候 我都還很擔心啦 假設啦 其實報告委員 我們這件事情我們一直在前面就是我們會隨著疫情的狀況 你只要沒有公告的那一天叫做隨著疫情狀況 都會給人家產生不確定感 我另外再補一點給你啊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就是因為疫情期間不能解禁嗎 這個缺的移工要進啦 尤其是監護工有沒有對不對 那擔憂更多嘛 那你現在你這個公告當中有沒有 那希望說以後可以多給一點充裕的時間 讓人家去 報告委員我們今年這樣有三個月的時間可以讓他們來申請 這個其實已經都有兼顧到這些雇主 他可能在申請上的時間的需求 如果你沒辦法聽得懂我字句的意思 我也真的不知道在開始怎麼跟你講 如果是3月17以前工作年限到的 那當然你剛剛有講到嘛 我現在講的是我就剛好12年限14年限是在4月到期的 在你3月9號沒有公告之前 我當然這裡有謀不定 他只要提出來我們會準啊 那個是在3月9號公告了之後才會準嘛 這個 全部人都點頭了 就只有你還要來反問我說我在問你什麼 我在講啦 其實剛剛有人躺的是那個長期的工作年限的那個討論 我現在講的是因為疫情的這個限制 我另外再講 也在這個疫情期間 從去年的1月到去年的1月 我看數據統治 發現了一個現象 你知道你的社福移工 去年1月到今年1月你至少1萬人 你的產業移工是多1萬人 將近1萬人 然後我們總共有70幾萬的這個移工嘛 40幾萬產業 出頭萬是社福移工 這當中又以監護工為主嘛 你看得出這變化代表什麼嗎 我跟你講齁 喜工你有聽過嗎 我們就會服務法第55條 如果雇主同意的話 在聘雇許可期間 這個移工他是可以轉換工作啊 那你知道現在問題來了 他從哪裡轉換去 現在國外進不來 那個電子長科技長現在需要人 他就去貼公告 他就去找人去 去招募人力啊 那你要知道喔 產業可以給的薪資絕對比較好 那麼一般經濟弱勢 去聘請這個監護工的人 他能夠給的薪資 或者規定的就會比較差 那移工就會有誘因啊 他就故意不配合現在的這個雇主 然後他就會怎麼樣 雇主也真的是沒有辦法 只好同意 讓他去到新的工作啊 這裡面有競爭不對等 那你也不可能叫聘雇監護工的人 有沒有的家庭 他就已經陷入困境了 他會去加碼嗎 他是在心智上 他是沒有這個 跟產業移工的這個競爭力 但是就業服務法55條 是允許可以同意轉過去的 那這個跟我剛剛所提出來的 社會移工跟產業移工 一消一漲 有沒有相關聯 你們勞動部有沒有在注意 這個部分我們經過有統計啦 109年大概 這個轉換的大概287名 那這個是因為三方 或者雙方合一跨業轉換 所以就是有這個途徑啊 這個本來 這是有這個困擾啊 法令的規範本來就可以 那我只是在說明說 其實剛剛委員說增加了1萬名 但是我們實際上 這邊有轉換的數字是287位 你說實際轉換 轉換雇主還是社福轉換產業 社福轉換產業 就是社福轉到製造業去 只有兩百多 那麼那個將近1萬來來回回的這個消長跟這無關 我們目前所掌握的這個轉換就是這麼多人 沒有說像委員剛剛講的 那1萬是整個都是從社福移工轉到 好 那那個消長的部分齁 你在看怎麼樣有沒有 把那個原因要跟本席說明 好 我們再提供給我們 剛剛前面有人講有關印尼有沒有 有關於移工零付費的這個問題 我跟你講2015年 印尼它片面有沒有 要我們把這個監護公 那個移工的薪資上漲到1萬7 台灣也是不肯啊 後來人家就直接就做了啊 你這次你確定你跟他談判 剛剛你對前面委員的回答是說要用談判 你確定談判有效嗎 我跟你講齁 你不要只看印尼你就錯了 包括蘋果 英特爾惠普 IBM這些國際大廠 他們現在是參加RBA 負責任商業聯盟 他們現在是要推行零付費政策 台灣大概前20大的這個 大廠有沒有 他們都是跟我剛剛講這些國際大廠 大家這個是都是他們的供應鏈當中 他必須也會去配合剛剛我講 會去攤中 參加RBA的 那是產業移工啊 那是產業的 產業移工 商業規範啊 是是是 那其實這一次 那以後他們這樣走的的時候 也會有這樣就是零付費有沒有 雇主要先去負擔 這個移工啊 他來到來到我們國家的這個費用 那個 剛剛您講的那是商業上的一個規範 那至於說像印尼這一次的零付費 他也沒有包括產工 他只有那個看護工而已 我說未來嘛 我是連這個事情一起提給你嘛 當然我們會來持續關注這件事情啦 好 盡早做出對策啦 好謝謝江永川委員 接下來請林俊憲委員 林委員 林委員 林委員不再請何欣淳委員 何委員何委員不再請張其露委員 張委員張委員不再請邱智委委員 邱委員邱委員不再請邱顯智委員 邱委員邱委員不再請李德偉委員 李委員 李委員不再請吳秉瑞委員 吳委員吳委員不再請陳歐破委員 陳委員 陳委員不再 好我們現在做一下決定 今天報告的尋找完畢 那委員 質詢未及答覆或請補充資料者 請相關機關 於兩週 於限定時間內答覆 那委員令要求期限者重新鎖定 委員邱顯智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那我們今天會議到此結束 現在散會 下課了 你要直接衝回去 有 vas 有 谢谢观看